冷的是温度 暖的是人心 根据浙江日报的消息 教化学的小微老师的一则视频 牵动着全网网友的心 视频中的男孩小杨穿着单衣正准备放学回家 可是在零下二十来度的东北 紧紧一身校服 明显扛不住寒冷 老师询问后得知 小杨早上五点多钟就出门了 晚上八点半回家 往返骑车通勤得两个多小时 天冷不说 路上还结冰 没有帽子 没有棉袄 只有一双薄薄的手套 视频一发 往后几天不少好心人 都将温暖排的衣服 棉裤送到了学校 小杨笨拙的戴耳罩 穿棉袄 嘴里还说着 真暖和呀 没穿过呀 看着他小心翼翼抚摸着新衣服的样子 老师和网友们都心疼坏了 最后的一次家访 大家才彻底了解到小杨家的艰难 屋里只有单薄的垫背 年迈的爷爷和疾病缠身的奶奶 院里的杨和鹅就是一家的生计 面对这一切 小杨只是一句 苦倒是不苦 习惯就好 就轻轻败过 临走时 小杨送客的一拜 就像江湖侠客一样 表达最真挚的感谢 就算生活困苦 小杨却乐观坦荡 就像他所写的诗一样 看看天把 为自己的过去莫哀 为将来祈祷 为了自己那高高挂起的梦想 感谢负责的老师 感谢坚强的小杨 感谢每一位温暖的好心人